我是多伦多加拿大原刺点中心的 认识和处理原刺点有五年的时间 在2015年2月左右 左边那个智慧牙它开始松掉 吃东西的时候 由于智慧牙会碰到下面的牙齿 它会产生痛 所以两年来我一直是用右边的牙齿在咬食物 每当体力下降的时候 左边也会痛 平时我是每天都会喝姜汤 我的姜的用量是25克干姜片 煮一公升水 用慢炖锅煮八个小时 然后全天喝 每天晚上我都会用电热毯 温敷全身背部 主要是为了提升整体的热能 然后我会按推头部原刺点 特别是左边耳后那个原刺点 一天五次 每次按推完我都会用温敷 直接按到耳后那个按推原刺痛点那个位置 来进行温敷 然后我会保持每天的运动 每周我会打网球两次 高尔夫球两次 其他的时间我会爬楼梯 每天20分钟 运动的时候 我会全部饮用姜汤来补充热能 有症状的时候 或者体力差的时候 它会痛的时候 我会按原刺痛点 因为每次按那个痛点都有舒缓 所以证明痛不是有智慧牙本身产生 而是用他处的体伤产生这个痛 所以我会按推 然后会加强运动 然后休息 然后上调一点点姜汤的浓度 饮食方面 我有症状的时候会更加要求自己 饮食上要温性的饮食 另外每天不断的就是学习原刺点的观念 加强医学的认知和信心 这是我处理的整个过程 2017年3月18号 前后大概两年多 在一次饮食的时候 左边智慧牙咬到下面的牙齿 非常痛 那这次我还是按推原刺点和温敷 但是这次那个痛没有得到减缓 我判断这个痛应该是本处体伤 所以我只是加强了温敷休息 那两天后 在3月的20号 我在吃午餐的时候 又不小心咬到这个牙齿 但这次智慧牙呢 它掉了下来 而且一点也不痛 也没有流血 我还能继续地完成我那个午餐 而且非常舒服 有牙痛和智慧牙困扰的患者 只要有体力 体内不需要的东西 都会自然地排出 而且牙痛不是由牙本身产生 而是由他处产生 不要太多人为的干预 也能大大减少不必要的医疗的成本及伤害 谢谢各位